你见过没有头还可以存活的骆驼吗?是科学研究新进展吗? 奶牛可以生产人奶,不用担心母乳不够了?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七个人类创造的罕见的动物,一起来看看吧! 无毛鸡 有些动物生来就长着毛 如果它们突然以没有毛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会感觉看起来怪怪的 这些没有长毛的鸡,我们一般只能在餐桌上看见 这是由德国培育的一种无毛鸡 是由两种鸡杂交而来 它们更适合在温暖的地方生存 无头骆驼 有一个关于没有头的骆驼的视频在网上很火 有人看到视频后认为这个骆驼是从实验室跑出来的 它被当作是科学实验的产物 难道现在的科学已经发展到可以让动物没有头就可以存活了吗? 其实这只是因为拍摄的时候骆驼恰好把头转向侧面 所以看起来像是没有头 斑马马 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困惑 这是斑马马 但是又不是很像 这是由熊斑马和磁马杂交而成的斑马马 它的外表和马相似 只不过身上有斑马的条纹 虽然可以像骑马一样骑斑马马 但是总有一种在骑斑马的感觉 像马和驴杂交的后代骆子一样 斑马马马也不能翻译后代 产人奶的牛 牛奶是最古老的天然饮料之一 一个产奶量高的奶牛 可以在乳气生产约19万公斤的牛奶 所以科学家想到我们或许可以用牛奶代替人奶 中国农业大学将人类的部分基因植入奶牛的细胞中 可以在奶牛身上提取人奶 这些人奶可以提高婴儿的免疫力 可以成为最接近人奶的代替品 热带草原猫 热带草原猫是由非洲手猫和家猫杂交而成的 它们的毛色与手猫类似 底面是金黄色 棕褐色或浅色 有黑色斑点 腿很长 头较小 自知肌肉发达 全身散发着野性的味道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被认为为国家级保护动物 狮虎兽 狮子和老虎是丛林中强大的动物 想象一下将它们混合起来 会产生什么样的强者 由雄狮和雌虎交配产下的后代 叫做狮虎兽 狮虎兽的外表与狮子相似 皮毛上有斑纹 虽然狮子和老虎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但是狮虎兽并不在名单上 克隆羊多莉 1996年7月 第一个成功克隆的哺乳动物 熊性绵羊多莉诞生了 多莉的出生是三只羊共同努力的结果 羊A为多莉提供了去核的卵细胞 羊B为多莉提供了乳房细胞的细胞核 然后将这个新细胞植入羊C的子宫内 之后该细胞就变成了多莉 这项实验证明了仅仅一个细胞 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个体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一只传播奇闻去世的兔子